肺部节节做好五件事 有助于节节缩小 对于节节 中医讲究三分之七分痒 一旦发现肺部的节节 通常医生会建议你随访观察 这还是会让很多人焦虑不安 今天我教你五个小招 有助于节节稳定缩小 点红心收藏 多看两遍 一避免节足有害的气体 肺适气体交换场所 避免灰尘 香烟 入脉 油烟等 伤害肺脏 第二 吃清淡一些 多补充优质蛋白 比如牛奶 瘦肉 鸡蛋等 但也要注意均衡营养 第三 保持好心情 压力过大 可以去找一些人少的地方 喊出来 释放压力 保持心情疏伤 对节节患者也非常的重要 第四 食量的运动 显得慢跑快走 太极前 广长母等等 能够提高耐力 增强免疫力 第五 着息归例 避免熬夜 蒸起晚上11点以前入睡 在早上6点起床 这段时间 是身体睡眠的黄金时间 尤其是早晨5点 气泻旺盛 所以5点拥有充足的睡眠 也是养好肺的方法 你都记住了吗